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是日本研發同學會的理事長 我在這個計劃之後 大概第二年他就來幫我的忙 這是賴玉文小姐現在清大的處理教授 他那時候就知道以外 他來的時候我本來是請他來幫他出機票 他說不用啦 你在台灣有車子讓我找幾個學生陪我去到處看一看就好 所以還不錯 變成非常好的朋友 不是說他不讓我出錢 因為他說他來 他來的話大概他們的學會 因為民間他們有贊助 他們民間對學會的贊助還蠻多的 像前年他邀請我去的時候 還不錯 還幫我出機票 出旅館會 到處去看 到處去看 所以日本是算做螢蟲 從研究到推廣 做得很落實的一個國家 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台灣當然也是 那這個就是 那時候在 在我們這邊有一個生態園 整個房間都在養露生養水生的螢蟲 再下一張 大量市場不等於 齊地保護還有齊地營造才是重點 所以齊地保護 所以現在到處 我在做螢蟲 從福音 在推福音一樣的 這是齊地保護 你這個不用有 你就不要亂射路燈 你除草 不用除草機燈就過了 慢慢慢慢的 然後每年 他一定 這一定的時間 他很索性用 一定會在那個時間 就出來給你看 那你就看他一下 那你要看他的藥蟲 你就是去找一下 基地裡面 翻一翻 水裡面 都有機會找到 好 再下一張 五三溪啦 那台北 台北人真的很有福氣 榮興有 湧建園區也有 護養公園也有 對不對 還有那個那個 那個整個四溯山一帶都有 郊歐山一帶都有營火蟲 所以那個期間 如果大家往郊山去 台北進郊都可以看到 不用到外圈去 跟人家人幾人 沒有必要 所以在虎山區 當時之所以做 最主要就是說 台北人應該就很究竟的 那要怎麼看呢 大概每年四月多的時候 我教大家怎麼做 你就 你就先苦後樂 你從慈慧堂那邊比較陡 先走上去 然後走到上面一個高點 一個平台 一個一個一個 一段很平的地方 那邊就很好的賞人地點 你往常都會到你的身邊 有時候你手撈都撈得到 然後你再慢慢慢慢走下來 走到西谷的地方 就是下坡了 大概四十幾分鐘吧 走一趟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六點差不多六點四十五分鐘 英國總就出來了 六點四十五分鐘 然後走一小段 然後下來 回家洗個澡吃個飯 更好 但是我說吃過飯了再去 可不可以 那精采的就 就落掉了 因為他從六點四十五就開始出來了 所以每年大概這個時間 你到虎山區一定不會 只是有多有少但是不會露空 比較糟糕的是 最近這七八年來 上面路燈做的密集 非常密集 所以如果看到英華總計 有幾個燈好像不亮了 你們亮解一下 大概是我們一些徒子徒孫 在那段期間動手腳 因為怕干擾太多 怕干擾太多 但是不是老師教授 再下一張 好 所以野望田 為什麼說比較難做的時候 要跟當地居民做溝通 要做協調 所以我們當時要做英華總 呼籲的時候 跟當地理班公司 為什麼會選在那條溪呢 它是一個準生態工法的 一條溪流 那第二個旁邊有慈慧堂 那慈慧堂有志工 那志工 我們也發現 他們來參加我們活動 那個志工幫忙很大 幫忙我們巡邏 我們放了之後幫我們巡邏 所以很難想像 98年我們在放英華總的時候 早上放 下午就有 就有一個FAMILY的 拿個桶子拿著撈網去撈英華總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時學生所擔心的 那為什麼知道 這是被志工發現 被制止的 被制止的 還有清洗活動 還有把溪裡面的垃圾 然後溪裡面的一些外來種都清掉 溪裡面的有沒有無垢雨 有啊 有沒有警理 有啊 你不能把它吃掉喔 喔 你把它安置好喔 所以 如果你主辦單位 你把它吃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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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變成社會新聞了 所以這個都 要送給學校去當教材 喔 好 水溫資料包括水溪滾動的調查 喔 還有包括一些魚列調查 所以我們也做一些魚列調查 喔 還有也放3到50的喔 然後族群估算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燈火管制 這個搞了四個月才搞成啦 啊 雜草雜草沒問題 都是用農族找 那東四林場的 那已經好幾年沒有請我去啦 大概都已經很成熟啦 那前幾年的時候 我都去白吃白住啦 謝謝他們 但是呢 我又做貢獻我的勞力啦 貢獻我的智慧啦 也不是白吃白住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互相啦 他們的資源是我們 研究室等我們免費 找一個研究室去幫他做資源調查的 找一個研究室去幫他做資源調查的 所以東四林場光是營火蟲 所獲取的benefit非常高 有一個表我還沒有弄出來 他在2000年左右 大概每一個月的遊客 大概三萬三千多人 三萬三千多人的意思是 每一個人要乘200塊的入場會 住進去如果住到小木屋的 大概三四千塊 如果是住在通鋪的 大概一個人多少錢 你就可以算出那個站姿 但是呢 都爆滿了 他有一年更離譜 有兩年更離譜 所有的飯店都爆滿了 怎麼辦 租 租店 租店 帳篷 租帳篷 租帳篷 這個蠻不錯的 環保歸增 環保歸增 東司林長他自己也有開發一些 開發一些風味餐 裡面有兩道菜外面吃不到的 跟昆蟲有關的 一個是炸蟋蟀 一個是蜂蕭 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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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固定的那個餐廳 你都可以吃得到的 它的風味餐還蠻特別的 好 我們看下一場 好 那有沒有機會推深度旅遊呢 東司林長很成熟 阿里山風景區很成熟 還有西頭很成熟 這三個地方 住宿條件都非常好 而且幾乎每一個月 你都可以在特定地點 看到不同種的蜂蜂蜂 所以一定要用心去做 用心去做 這個可以幫我們 尤其從生態遊遊這一塊 可以幫我們賺到 賺到第一桶金 我是覺得說 螢蜂蜂 你看賞鳥 賞鳥在台灣 所有的賞碟賞鳥賞金 什麼之類的 大概推展最久是賞鳥 賞鳥現在的話 真正帶出產業的 是比較有限的 反而是比較有限 因為賞鳥其實 potential非常高 每年外國人來看也很多 但是呢 如果我們的觀光主管單位 把這個當作一回事的話 真的 我們可以賺國際的錢 賞金呢 賞金有 賞金已經有產業了 但是我們看到是海豚 海豚也沒有關係 不一定要看到鯨魚 對不對 賞鳥呢 我們現在正在 正在努力在做 賞鳥正在努力在做 而且對於月東 月東型的子班鳥 月東型子班鳥 因為他大概有四個月 會待在原住民的地方 所以如果跟原住民產業 跟伴手禮 跟風味餐做結合 那個機會就來了 但是 他每年春天往北飛的時候 雲林縣前任 現在前任的縣長 蘇智芬女士 也是我們台大教授夫人 蘇智芬女士 已經 利用短短一個月 在林內辦生態旅遊 在賣林內的木瓜 林內的底咖 林內的茶葉 所以他如果經過每一個地方 如果苗栗 他這苗栗是一個環織廠 苗栗的縣長 如果帶頭出來推銷 拿苗栗的農農產品 那麼這個產略鏈就出來了 這個產略鏈就出來了 所以起碼在高雄在台東 如果說椅子搬碟的話 高雄台東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都是很重要的點 就是他月東的蝴蝶谷成型 而且能量都蠻大的 所謂大就是三四十萬隻 所以一輩子 生活在這裡頭地的人 最少要去的地方 你起碼到 交通最方便 茂林最容易 茂林 茂林 螢火蟲也是一樣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最後 我們來跟大家 我把永建年期的 過去大概都是我們研究室的 自己的裡面 在細分團隊在做努力 那永建年期 在我們的執行長 郭老師的引導之下 我們怎麼去做 把這個螢火蟲的基地保護下來 然後怎麼去做複裕 這個地方我們是有做到複裕 下一張 永建年期在哪裡呢 這個叫仙基園 這個地方 考試院附近 永建國小 新的永建國小 那個叫什麼路 叫做木柵路 木柵路 他現在 他現在就是 原來的那個什麼 國法院 永建年期 這個地方是那個什麼 這個地方是仙基園 仙基園 仙基園 為什麼說 台北的近郊的礁山 不要開發太厲害 如果能夠保護下來 他就是野生動物 動植物的refuge 就是避難手 避難手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在他的北基地的地方 好 那個郭老師號召我們台大 陳倫山老師 那裡面的地質學家 每一次台灣地震的時候 他一定會跑出來 然後 那個趙雲亮老師 是我們的 聖工系的 聖工 河馬教授 沒有錯 林柏雄老師 氣候 氣象專家 班立如 他是整個做規劃的 還有 就是 叫做什麼 台灣製 台灣製 因為我們整個在做 在做資源調查 在做這棋地營造的時候 還有一個紀錄 紀錄的一個團隊 下一張 我們大概經過兩年 在那個基地 經過兩年資源調查 我是負責動物的 包括昆蟲在內 郭老師負責指護 我是在那個小小的棋地 找到七十幾種的 對 七十幾種的決裂職務 他是全世界有名的決裂專家 七十幾種 那麼小的一個 一個七七地的地方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那 古師地 這個也是因為郭老師的堅持 說 太子懷疑說 這個地方 一定要去做探勘 探勘裡面 過去這個的 歷史 可以從挖出來 不同地層 可以找出 蛛絲馬跡 所以 從發粉 化石 了解 這個植物像 這個可以推到三千多年前 新世紀時代 一直到 開始 有水稻進來 大概是三百到五百年 因為有水稻的發粉 到現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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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這個現況 所以從這個 從這個地質專刊 才知道說什麼 這個是古師地 所以這個地方過去 有一個叫什麼 馬明潭 有沒有 大家 看到馬明潭 找不到潭對不對 在 在那個路是 路牌 路牌是在哪裡 在木柵那個 木柵 木柵那個什麼地方 那個 那個什麼高中 從再興 再興高中那裡 所以 從那個地方 從再興 那田至滿 滿早就田了 大概從 日記時代 就開始田 田 田到現在 只剩下 只剩下什麼呢 翠湖 還有那個什麼呢 還有鍋子口 還有那個 那個 古花園永健這個地方 那個 從 地質專刊裡面 才知道說 它是一個古師地 古師地 所以 我們在 因為在那個 濕地 找到黃圓營 才知道說 黃圓營被 壓縮到這個地方來 還有一些殘存的 殘存的個體 其實不是只有那個地方 還有木柵地區 還有幾個地方 也有黃圓營 再下一張 好 但是這個學校 現在已經要蓋學校了 再下一張 那蓋學校之後呢 北基地 還有一個南基地 南基地這邊 南基地是接近翠湖 那個地方也有融合蟲 就是翠湖現在 木柵公園 木柵公園現在 現在 公園路東四四 重點的 要把那個地方 營造成一個 有融合蟲的地方 所以 那個地方 也有 旁邊也有 再下一張 那北區 你看到的這些 泥林的地方 其實這是 古師地的範圍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邊有幾種融合蟲呢 除了黃岩影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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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五種融合蟲 這五種是陸生的融合蟲 那活動在 活動在整個仙跡 之內的 再下一張 所以 原始的族群 大概 我們在那個地方 找到二十頭的 成蟲 我們有裁一些公母 做飼養 但是呢 後來我們放了 因為放了 大概一兩百隻 一兩百隻 那一輛不夠 所以我們也從動物園那邊 那個族群拿來養的 也有 不然只一批 所以 這個地方是經過再引進 而且 也經過漆地的復救 restoration 那漆地怎麼復救 下一張 下一張 這個是 我們營造這塊漆地 但營造這塊漆地的時候呢 會滲水 滲水 那郭老師就號召我們 去 學水牛的方式 大家去塌 大家去塌 那當然 水溝的地方 也有做一些防水的 來 我們看下一張 那在 因為這個地方 有一部分的漆地 可能在蓋學校 會被 會被 會被處理掉 但是呢 我們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學校盡可能就是 不破壞的 就不破壞 但是有一部分是 會上市的 沒辦法 所以呢 我們就徵求 徵求那個 營利建設 他們是不是能夠 先早做一點 漆地補償的工作 所以他們 我們 幾個教授講了 也說懂他們 他們覺得說 應該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一條水溝 是 我們做出來的 我們做出來的 下一張 好 所以這條水溝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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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挖池子的點 它其實呢 它是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要存水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想辦法挖一塊 那裡面有地空材料 包括 蜂巢的隔網 還有包括 黃水潭 這做在水鍋的 就是說希望這個水 就是收集雨水之外 還有 還有 做一份水 讓它潛流 之外 保持一塊濕地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 那個地主 地主還 經過我們的油水 把這個 你做生態補償 把它做下來 下一張 然後呢 那 漆地邊邊的植物 就盡量用當地的 當地的一些植物 當地的一些植物 好 再下一張 原來是 這一塊 施工前 還是這塊 施工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小水潭 接著小水鍋下去 那 上面可以 去稍微 去稍微 水下來 那如果水太乾了 再從 下 再打一點水上來 就是維持這個水鍋 現在 還活著 這個水鍋 現在沒問題 這小水潭 都在 好 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去地營造好之後 再下一張 這個是 現在都比這個漂亮太多了 因為這個 這個現在都 很多植物 茂密 水 也都蠻深的 然後 這個是以前的照片 那現在都很自然 看起來都很自然 再下一張 好 那更重要的 這是 七地營造 那個 七地營造之後呢 我們昆蟲的調查 兩年間 從108種到318種 而且這個水裡面 剛弄好水的話 很多 紅娘華 什麼之類的水蟲 還有一些 洋用蟲 都進來了 都進駐 還有水菜 各種水菜都進駐了 好 所以 昆蟲總內 你看 那麼小小 一段地方 我們的檔調查 昆蟲竟然有300多種 這表示 還有 接著七地營造 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古屍地的一個什麼呢 這些小動物跟植物的一個避難所一樣 好 再下一張 好 這些蟲 水敏 洋湧蟲 紅娘華 好多的離譜 這好多 好 再下一張 下一張 還有呢 蛙類 蛙類現在好像有八種 八種蛙類 晚上的去很熱鬧 嘎嘎嘎 很熱鬧 還有樹蛙 下一張 還有蝴蝶也會在西邊吸水 蝴蝶也多了 再下一張 還有虎甲蟲 四地常見的虎甲蟲 再下一張 還有當然有一些蛾類 再下一張 還有 而且呢 我們在做的過程中 每一次要放螢蟲的時候呢 都發動永健國小 中山國小 還有在新高中的學生 來參與這個活動 讓學生從參與過程中 也學到 學到蠻多的保育的知識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氣地大概連續放了 兩次 兩次 那賞營 非常棒的地方 晚上起碼看到 擺來自的櫻蛙蟲在那邊飛 在那個賞營季節的時候 所以去年在 跟結合辦社區活動 把當地的社區 包括學校老師 他們的堅持都在參觀 大家覺得這很不可思議 怎麼會 這個地方會有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再下一張 好 所以為什麼會選擇放螢蟲 因為當地就有的 就是適量比較少 然後呢 其他水生動物的指標 還有我們有很成熟的這個 因為這個 我們養了好多年了 養好多年了 所以 永健這個case 我們更有信心 未來 如果是 那個大安要做的話 我們相信也能夠成功了 然後 2017年 我們在台灣辦螢蟲大會 世界螢蟲大會的時候 我們鎖定就是台灣文化 螢蟲台灣文化 還有美食文化 美食在最近已經被那個黑心流 吹蟬難展 我們希望能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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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信心 尤其像 以台大 老師出來的話 當然要 重建社會信心 那一步一步做 我們就實際上在做 我們不乏眾取衷 所以第一天晚上 第一天大概在兩三天 兩天的研討會 第一天大概 我們預計在動物園 晚上在那邊辦的 半週 台灣文化半週 台灣文化的表演 開幕式有開幕式 台灣文化的開幕式 晚上在那邊辦的 辦完的 就去動物園看那個螢幕重合 就到螢建 去看我們重建出來的 這個這個基地 這個也是一個企業界 第一次願意嘗試去做 那第二天我們大概 研討會之後 也許拉到 拉到那個榮興 或者是 如果是大安這邊已經 實地做出來了 也可以來看一下 那第三天我們就 tour 大概把它拉到 準備拉到那個阿里山去 那中間可能會 也許會到西頭不一定 現在還在籌備 我先把整個規劃先做個透露 那就是等於一步一腳印在做 那最終的目的 我們是希望把台灣的 商人化妝推向國際 推向國際 但是 以一個教授 以一個大安的整個團隊來講 其實都是不夠的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出來 做更有意義的事 福國利民 對不對 後面都是帶著慘烈的 後面都是帶著慘烈的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有第一支 火金蝴蝶在南投出現 南投第一支火金蝴蝶是日夜譚的 日夜譚的 第二個螢幕蟲茶 是我們 我們 那個台大實驗艇的 那我們是希望 以後有 更多的螢幕蟲的產品 更多螢幕蟲產品 這些產品可能有食品 可能有飾品 之類的 那 如果這個都成熟了 表示這個產略就出來了 這個產略就出來了 那今天就用螢幕蟲整個 這20年來 1999年到現在 十幾年的 一些成果 跟大家做報告 謝謝大家